列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萨姐 今天,萨姐继续来带您重温日本推理烧脑神作 欺诈游戏Liar Game 上一期视频,我们讲到秋山把两亿现钞送到小植手上 并且告诉小植她赢得了游戏 接下来,秋山将为我们复盘她成功骗倒腾泽的过程 正当爱丽姐姐走上前来恭喜小植获得胜利的时候 彭泽大喊着结果无效,质问爱丽 明明是你们没按照通知书上约定的时间来收钱 才让秋山和小植在比赛都结束之后才把钱抢走 可爱丽姐姐却说,他们是严格按照通知时间来确认金额的 而这时,秋山不紧不慢地拿出了另一份通知书 上面明确地写着游戏结束时间是4月15号下午6点 原来,秋山在滕泽闭门不出的这一个星期 从他的信箱里取走了真的通知书 伪造了一张假的放了进去 让滕泽的游戏提前一个小时结束了 也就是说,秋山所有的攻势,包括监视、宣战 甚至表现出的游刃有余 都是为了让滕泽不能走出房间半步 他的目的只有最后回收现金的那一刻 在滕泽自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最后瞬间 长期受到精神压迫的他卸下了所有防备 顾不上确认任何事情,输了个彻底 游戏,秋山和小植赢得漂亮 但是小植却担心滕泽老师以后会有什么悲惨的遭遇 于是将他得到的那五千万又给滕泽送了回去 秋山在犹豫了一下之后也把钱还了回去 小植拜托老师不要再说出人是不可信的这句话 这里就是电视剧和漫画原作最大的不同之处 电视剧的主题是信任 而漫画原作的主题却是通过怀疑来洞察人心 关心他人的感受 把秋山拉回家要感谢他的小植 刚刚到家就收到了Liar Game事务所 关于参加第二轮游戏的通知 这里我们就要简单了解一下Liar Game的基本规则了 第一,参加者互相夺取金钱 夺过来的是自己的奖金 被夺走的是自己的负债 第二,优胜者可以选择进入下一轮游戏或弃权 如果弃权,需要返还上一回合所得奖金的一半 如果到下一轮游戏开始还没有决定 将会被没收上一轮的全部奖金 第三,从第二轮开始 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参加败者复活赛 取胜可以进入下一轮 失败则负债离开 这其中,第三条在电视剧中有较大的改动 这个我们之后再说 回到故事中 秋山和小植一起看了录像带 由于两人把所有的奖金都还给了腾泽 所以没办法返还一半奖金 于是也不能弃权 秋山让小植无视这个事务所的消息 可小植还是一直坠坠不安 终于,到了第二轮游戏的前一天 小植又见到了大金牙 大金牙跟他说 这些人就知道欺负老实人 不如强势一点 直接去和他们摊牌 让他们不要再来烦你 大金牙还说 如果小植害怕 那自己可以陪他去 另一边 正在搬砖的秋山 看到有小植的未接来电 就回了过去 可小植天真的说 已经没事了 自己都解决好了 秋山立刻感觉到 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 第二天 大金牙和小植 一起来到了第二轮游戏的会场 小植鼓起勇气 对爱丽姐姐说 我不想和你们沾上关系 请你们不要再联系我了 如果再这样 就报警 然而一转头 大金牙早已经抛下他 开车走人了 这时 爱丽姐姐的一句 她只是送你过来而已 让小植立刻明白了 原来大金牙也是 Liar Game事务所的人 小植领取了带有钻石的名牌 进入会场以后 第二轮游戏即将开始 这时 秋山突然出现 说自己也要参加 于是第二轮 以22人的规模开始了 第二轮的游戏是少数决 每位玩家本金为1亿 也就是名牌上钻石的市值 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从22人中选出一位 提出一道是非题 在场的22人进行投票 Yes或者No 投票时间为一轮6个小时 占少数的一方获胜 多数的一方被淘汰 如果双方Yes和No人数相等 则结果无效 重新提问 重新投票 为了让大家熟悉规则 事务所安排了一次预演 出题者的问题是 你是女人吗 天真的小植 见现场女生比较少 于是诚实地投了Yes 然而 最终自己却成了 多数群体被淘汰 这如果是实际游戏 那么她就背上了1亿的负债 这时大家才明白 重点是 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何骗过别人 让自己成为少数派 在这个过程中 小植好奇秋山 是怎么进来参加比赛的 秋山告诉她 她在大门口 遇到了一个参赛者 跪在地上哭 说自己的钱被骗走了 那位小姐说 自己本来是来弃权的 但是一个冒充事务所的人 收走了她的一亿支票 后来她才知道 那人是个冒牌货 而这时 爱丽姐姐提议 可以让秋山代理参赛 于是秋山就被卷禁了 这一轮游戏 回到游戏中 晚上小植一个人在屋里坐立不安 还是去找了秋山 秋山对她说 要先了解对手 于是小植挨个和现场的 参赛者聊了聊 发现大家在第一轮里 拿到一亿的人很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因为 钱已经花掉了 所以不得不回来参加游戏 这时秋山便说 那就好办了 因为她发现了这个游戏的必胜法 列位亲朋好友 如果是您来参加这场游戏 要怎么以少数派胜利呢 其实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答案就是 组成一支八人的队伍签订契约 每次投票平均分成两组 一半队员投yes 一半队员投no 这样即使每次都以最小票差决胜负 最快三轮也能确定自己的队员 获得优胜 然后根据契约 获胜的队员返还一半奖金退出 再把剩余奖金平均分给每个队员 这样下来 不仅队员都可以退出游戏 还能拿到4,375万奖金 但这个做法有一个必要的条件 就是那位冒充事务所 骗走了一亿的人 绝对不能加入队伍 按照秋山的说法 暂时称这个人为X X阴险狠毒 最恶心的是 手里握着一亿不怕输 小直问秋山 X有没有什么特征 这时 电视剧与漫画原作最大的差别出现了 在原作中 秋山说 X看起来是个男人 而在电视剧里 X被改成了女性 至于原因 我们先按下不表 小直单纯地说 那我们队里都找男性不就行了 边说边跑出去 拉了六个男参赛者回来 把秋山的方法 和X有一亿的事情全盘拖出 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在这个时候 小可爱蘑菇头上线了 嗯 我们就暂且叫他蘑菇头 因为这个角色实在有些特殊 他的身份 我们之后再公布 蘑菇头问道 关于X有没有什么怀疑的对象 大家一致把矛头指向了15号墨镜姐 蘑菇头也十分肯定 觉得墨镜姐嫌疑最大 手里拿着一亿的支票 当然可以随心所欲 并且建议大家 游戏开始以后 多和其他玩家交流 防止露馅 第二天 游戏正式开始 一切按计划进行 第一轮是按照最小票差 决出了胜负 败者放下名牌 离开会场 可是秋山此时却和小植说 如果第二轮 还是出现最小票差 四对六的话 那么事情 有可能按照 最恶劣的走势发展 因为他的必胜法 其实是有bug的 果然第二轮的结果 真的是四对六 小植不得不离开 秋山队只剩下了他 和蘑菇头 那么列位 秋山必胜法中的bug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下次再为您解说 感谢您的关注哦